典屎成金 人体排泄物 吸金带银 人生自古 谁无屎 不过别急着冲掉 美国非营利组织 开始接收人们的粪便 透过粪便移植 回复肠道细菌的平衡 还将研发粪便胶囊 吞下就可以治疗肠胃疾病 但不只是这样 美国地质调查局研究八年 指出在排泄物污水中 含有金 银等贵重金属 含量相当于商业矿场 达到开采程度 如果能从污水中萃取出来 可以省下在焚烧或掩埋粪便上的支出 也会减少所含有害物质 对环境的危害度 再看看 之前英国公司就曾推出 使尿发电的公车 比尔盖茨的基金会 也利用高温处理粪便 分解出可过滤成饮用水的水蒸汽 和能当燃料的干粪便 看来便便被称为黄金 真的让人佩服甜人的智慧哦 动新闻总和报道